明朝末年開始 就不斷有歐洲人來扣門 但是就扣不開我們 天朝上國的大門 到了1840年 這套大門終於關不住 中國和英國之間 霸發了一場鴉片戰爭 中國戰敗 各地有賠款 香港島割釀了給英國 打破了天朝上國 莽自尊大的幻牧 鴉片戰爭之後 清廷政治腐敗 民心緩散 西方資本主義強 相繼入侵中國 1856年 英法聯軍攻陷廣州焚燒民居 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1856年 英法聯軍攻入北京 火燒玄明縣 咸豐皇帝逃到熱堂 最後死在那裡 清朝鱷於劣勢 接受英法兩國提出的所有要求 中國再次割備復賦 往東新安園的九龍半島 割釀與英國 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 既在民族壓迫下身有 亦受到帝國主義烈曲的欺凌 不少人已經感動 中國必須有所改革 我出生的時候 中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國 我出生的時候 中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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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堂當兵始終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因此我家族的長輩幫我改了一個新名 叫周樹人 周樹仁 周樹仁 樹仁 恭喜你 崔子 恭喜他做甚麼 恭喜你考到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 過獎了 崔子 都考完事了 你還拿著一疊書做甚麼 最近學校來了很多新書 學如校長所說 看多些新書 吸收多些外國知識 這本很棒了 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裡為是 下面 曼德斯的《萬法精理》 最底 梁啟超主編的《時務部》 我其他都會看的 這幾本不是嚴復翻譯的書 社會通論 群學誓言 法義 若校長經常提他們的名字 是啊 我幾天在夫子廟 買了他那本《天影論》 天影論 說甚麼 他是講英國生物學家 達爾文《進化論學書》的本著作 《進化論》 《物經天宅適者生存》 聽過沒有 甚麼意思 《物經》 即是生物為了自己的存亡而鬥爭 《天宅》 就是上天對於生物的存続或者滅絕 所作出的選擇 每一種生物都要參與這個弱肉強食的過程 人類社會都不例外 人類社會怎樣參與這個過程 德國 俄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每個人都想瓜分中國 之後就把國聯軍攻陷不敬 為甚麼 就是因為清國太弱 而中國政府不斷受到欺凌 好啊 雖然 雖然 人類生產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作為弱國 中國遲早會被消滅 而《嚴復》翻譯這本書 正正是要警告世人亡國滅種的威脅 那麼中國有甚麼抵救啊 有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進化的話 怎樣進化 中國人必須提升競爭力量 通過努力改目前弱者的地位 成為強者 這就是中國自救的方法 好啊 中國要自強參與西方社會的鬥爭 在這場鬥爭裏面 我們很有可能被世界淘汰 但如果不參與鬥爭 就只會註定被滅絕 那我們應該怎樣提升競爭力啊 學日本 學俄國 為甚麼要學他們呢 就說日本 它明治維生之後 引進大陸西方文化 在經濟 社會 政治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進步 到最後還一躍 成為全亞洲最強的國家 是啊 而一個民族要生存 就必須要自立 自主 自強 國難當前 只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我們中國是不能再任人擺佈 因為列強的欺負 沒錯 我們中國一定要強大起來 否則會再次成為 列強禽吞蠶食的對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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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